歡迎來到我們的頻道 You Go I Go 當歸遇上雞,我是龜仔 本集內容,深圳兩天遊,Day 2 這日我們由西鄉出發,經福田口岸回香港 途經第一站,歡樂港灣,去網紅打卡點中書角 外面就是海濱文化公園,中國首個匯船式大橋箱摩天輪在這裏 第二站,海上世界,說的是海上世界廣場和明華倫兩個部份 這裏人多超熱,絕對有出國旅遊感覺 一定要看他們的音樂噴泉才回香港 看片之前提提大家訂閱吧 第一站,歡樂港灣 DD站B2出口,臨海站 一出來,這裏有寫著的,奔海文化公園 這裏走出去便是 旁邊已經有出口 來了哪裏? 來了哪裏? 不知道 唉,真是大力威啊 中書角啊 讀書人地方啊 這些人在那裏坐在那裏 是嗎? 是嗎? 這裏我們在酒店旁邊出名的樊樓太原茶 出發時已經2點 坐了半小時滴滴過來20元 歡樂港灣是一個集娛樂休閒 參與一身的商業綜合廣場 他值得去的地方不單止中書角,奔海文化公園 灣區之王摩天林 還有以下,夜林大草原,海上飛鴻 觀海棧道,慶典廣場 汽水停沙灘,美食時集等等 一家大小其實可以玩一天 怎樣?這兩隊來,幫你剪了個十九號九號 又做了臉色,漂亮了 馬上整個 有床 下次帶你去直白 哇,這裏很大 今天是星期幾 星期六,很多人 很多人 很多人 來到這裏一定要打一張卡 不過如果想拍出沒有老人夾的相片 有點難度 早上來會比較少人 給大家看看我們拍的相片 有沒有暈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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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很多人在這裏,想等個位 其實挺難的 看書呀你 對 這麼有文化的 對 紅色螺旋色科學感的書架是這裏的特色 不過不要期望這裏可以靜景地看書 間中會有小朋友跑來跑去 始終這裏不是圖書館 這裏也有兒童區和咖啡休閒區 不怕吵少少,其實這裏看書都幾chill 你們走去找我 是呀 這裏 除了剛才那個旋轉位 也有這個位打卡 社科歷史 肉眼所見 來這裏買書的人不多 很多人都是來這裏打卡 見店員都幾歡迎 有一個壞的 哥哥出來就壞咯 這裏不能買 這裏不能買 剛才拍了兩分鐘 縮時 兩分鐘都是早上的 高度128米的灣區之光摩天輪 旋轉一圈,耗時大了30分鐘 它一個倉也很大 每個橋箱可以容納25人之多 成人收費150,小童80 我們就沒有上摩天輪了 在上面體驗一下高處看日落 兩個人都幾貴 在下面拍照,免費適合我們 在海邊,好舒服 尤其是現在天氣 我們先拍張照 我倆上去坐300元 我倆上去坐300元 對,所以應該不會 讓你快一趟 讓我快一趟 大家很暈 這些藝術家的東西你不認識 我認識 我認識 一直都在掃飲垃圾 掛得這麼乾淨 我租這車 在歡樂海灣 好帥喔 坐這車是29元有20分鐘 之後每個10分鐘就15元 即是平均15元 15元可以坐10分鐘 好,在這裡打一張卡走人 坐地鐵走 坐地鐵走 這個,可然海上世界 連頂都這麼帥 我們在歡樂海灣林海站 過去海上世界 坐地鐵35分鐘,4元 如果滴滴的話 23分鐘,30元左右 海上世界是由明華樓和海上世界廣場組成 主體為法國建造的一首豪華郵輪 明華樓 後來建成了集美食、娛樂、購物、藝術 酒店為一身的娛樂城 晚上這裡燈火通明 每晚7點開始還會有音樂噴傳表演 每次表演6分鐘 半個小時一次,很值得看 講一場次有酒吧餐廳 好有意角風情的感覺 好有意角風情的感覺 馬力那麼少草吃 嘩,好像跳舞一樣 是騎馬的,騎馬 298體驗 試一下這個,譚柱 不是,魔戒 但很棒 幸好減了一個 還要減了一個 脆 中山寧物,脆肉飯 很脆 很脆 你很誇張 你很誇張 中山這邊也很教人 吃一塊菇 有這個嗎 29元水蛋 可能假象 可能很淺 很淺 不誇張 幸好沒賣多 它是碟大 也不是 也不是小 整體味道不錯 四個人埋單438元 平均每人110元 遲了一點但已經開始了 好啊 半個小時噴一次 我們趕不上了 只看了尾聲 剛剛噴到最後那一刻 剛剛噴到最後 好像挺漂亮 幸好這裡也有多東西走 所以我們決定多走半個小時 等下一場噴泉表演 事實證明我們的決定 是沒錯的 這裡的夜景也挺漂亮 深圳真的 深圳真的很多東西看 幾年 出了很多這些 大商場 難怪這麼多人上來 上次有人在 條片上問為什麼這麼多人喜歡 上來深圳 上來就知道了 那艘船有東西吃過 對呀 上面有一個 來到這個船的旁邊 在那邊也未走 這裡也有很多攤位 小店都有 好漂亮 對呀 嘩好帥 好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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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多人到 我們買一張照片 這裡也寫到 對呀 這裡也寫到 好像新年 中秋一樣 好帥 好帥 行呀行呀 不覺不覺已經半個小時 音樂噴全部表演差不多開始了 現在先趕過去找個漂亮位 哇 哇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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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有很多 有多少人看 完成了 現在人生大了 有飯了 走人 收工 好像去了泰國巴提亞 幾位熱鬧 感受到這裡的氣氛 這麼厲害 這支360好像這麼長 怎麼駁到這麼長 只能拍到頭頂 寒拍 不知道是否營棍 也挺像營棍 營棍這麼長 應該是倒營用 這麼多人走失 很黃 兩天的行程完結了 第一天的行程是去金坑客家小鎮 西洋其實過去有點遠 如果過得遠 建議改去南投古城 車程只是20分鐘左右 兩個影片的連結我會放在下面資訊欄 有興趣可以參考一下 今集就到這裡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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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